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华尔街 我是主播黄仁杰 请为各位回顾一下亚洲股市近况 亚洲股市今天普遍较好 日股升0.39% 韩股升0.83% 澳股升0.18% 日本日经225指数升88点或0.39% 收在22,497点 高见22,530点 美东大涨带动台股继续往景线 10,758点以上即现间反弹 中场台股上涨56点 收10,760点 指数已面临中场期的均线反压 接下来还是出现震荡的机会很高 无论盘势如何 这波业绩成长股就是能走出自己的路 技术面则是从10,500点附近指纹上扬 到周四K线已出现连五红走势 低档5日均线与10日均线黄金交叉向上 年线再度为中线多方支撑 虽然高档季线尚未突破 但从季线扣底位置来看 已经往今年2月中旬低点10,189点扣底 季线翻扬机会增大 多方占回季线应可预期 后期只要国际盘无重大变动 台股渴望挑战11,000点压力区 而在电子类股指数方面 则是相对大盘弱势 显示全值股表现较弱 但市场资金流向受惠于报价上扬 以运动能强劲的零组建族群 其中又以被动元件为盘面多方焦点 指标股可观察 国具、华兴科、申和堂、大义等 另外CD族群近日依受到市场青睐 莱德获得太阳诱电 长达三年的代工订单 5月开始出货 中环市场预期 专业光碟片报价有望走高 带动股价转强 非电子类股以原物料 生计表现较佳 水泥业今年产业回温 雅尼中国首季获利3亿元人民币 创西进以来单季新高 股市走强 油价走高 带动台速化股价表现强势 接着让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股盘分析 台股今天被动元件族群持续狂飙 国具五盘过后 要居台股股后 被动族群只有 则有十档涨停 鸿海则是在五盘过后涨幅扩大 尾盘还有超过3000张订单买进敲单 加上台速四保 也因油价蠢蠢欲动而走扬 维生指数开高震荡 中场上涨56.86点 以10760.21点作收 尽管半年线得富施 但仍顺利站上月线 成交值达1380.01亿元 而投资人可以观望近期走势 相对疲弱的东斜股市 经济数据普遍传出加音 法人表示 基本面的支撑 加上东斜地区今年的选举 季节性消费题材将陆续展开 预计在内需市场崛起下 第二季东斜股市表现可齐 因此投资人可以以东斜未来走势来看大盘 进一步观察东斜当地题材 今年东斜大选年起跑 将由马来西亚率先登场 马来西亚国会大选9日登场 新总理上任 观察应油价反弹 带动经济与财政改善 搭配选举题材 马来西亚成为亚洲少数 今年以外来资金净流入的国家 随着泰国印尼 明年将陆续举行国会与总统大选 政府支出与基础建设有望加快 持续有利区域内资金流入与股市表现 投资人可以针对新兴市场股市 包含东斜股市等亚洲国家中 未来取向较为稳定的股市盘向 来分配手中的现有资金 以中小型股为主的贵埋市场 走势更为强劲 指数开高走高 盘中成功站上半年线 并逼近月线及季线 中场上涨1.56点 以150.73点作收 成交值达410.86亿元 台股类股今天呈现涨多余跌 其中涨幅最高的是电子零件组类股 涨幅达到3.4% 贸易百货也涨超过2% 油电燃气水泥生衣其他电子电机设备 食品电脑设备也涨超过1% 电子通路化学生衣塑胶化学光光电机电缆 半导体橡胶建材营造钢铁纺织金融光电等也均收红 给投资人的叮咛我们来看到了 台股今天又见到被动元件族群大力喷出 显示强者恒强态势未变 加上油价可能续扬 速化族群也有买盘涌入 推升指数顺利站上月线及半年线 尽管半年线最后人得而复失 不过就目前的盘势来看 中小型股略为上涨 全值股也略为止稳 只要能够站稳年线 指标股能功课半年线及季线的难度也不会太高 请投资人们多加注意了 接下来请观看我们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进口车在港口遭中国海关扣留 并且目前正值中美贸易僵局 美国商品在中国海关面临的盛展日趋严格 三名消息人士指出 由于中国海关官员要求额外的技术性检查 福特汽车和旗舰品牌林肯汽车 面临不寻常的延误 更指出部分德国汽车制造商的美质车款 送达中国后也一并受到影响 运动休旅车首当其冲 因事件涉及敏感 福特高层也表示 他们被要求做额外的汽车排放零件检查 中国海关中处为立即回复置评要求 官员们试图避免一发不可收拾的贸易战 但美国商品在中国海关的阻碍越来越多 福特汽车现在也遭到扣查 这种情况已持续两个星期 有关当局的态度令外界质疑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吴康伟整理报道 全球最大手机晶片商高通宣布 董事会将通过以100亿美元 进行大规模股票回购 且买回股票计划没有到期日 高通于昨天表示对于最新的股票回购计划 没有截止日期 股票回购的数量与时间点将是市况与其他因素而定 据报道指出 高通将在7月25日前完成对恩智浦半导体公司的收购 但此收购案因中国的监管机构而搁置了18个多月 高通执行长史蒂夫表示 如果交易失败 高通将使用现金储备进行大规模的回购 以回报股东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武刊伟准理报道 中日关系终于回暖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但出访日本和日韩领袖对谈 还同意给予日本2000亿元人民币的RQFII 支持日本金融机构透过RQFII投资中国资本市场 企图让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预计在东京设立人民币清算行 李克强表示对于日本投资市场相当有信心 RQFII是让境外机构投资人透过外汇结会 投资于中国境内包括股票债券等工具 中国官方认为RQFII能带动境外人民币回流中国 并扩大离岸人民币资金规模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在中国给予日本配额后 RQFII累计批准额度将超过8000亿人民币 根据日本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金融业对于这项计划磨刀霍霍 准备创建相关投资产品 让日本一般家庭也能投资中国市场 另外李克强在会谈中表示 中日韩三方应该汇集各资的优势 依照各自经济发展需求 多方合作带动国家经济发展 华尔街电视新闻段友如整理报道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Facebook调整管理层架构 这是该公司成立14年以来最大的改变之一 日前Facebook任命长期担任高管的Chris Cox 负责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和Messenger业务 以将之前高调收购的资产 更深入融合到公司中 这可以说是该公司最重要的一个举措 Facebook周二在内部宣布了架构调整消息 十多名管理人士的职责将有所变化 或者承担更多的工作 并且立即生效 Facebook的产品和工程业务 将分拆成三个主要部门 其中一个部门将专注于新兴技术 比如作为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基础的区块链技术 扎克伯格宣布将集团重组为三部分 首先是应用家族 包括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和Messenger等 其次是新平台与基础架构 包括区块链技术团队 增强于虚拟现实团队 企业技术和人工智能团队等 第三是核心产品服务 该部门负责诸如广告、数据分析和安全之类的共享资源等 Facebook还把两位任职多年的高管安排到WhatsApp和Instagram的关键职位上 WhatsApp是一款加密即时通讯应用 Facebook 2014年以220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 Instagram是一款照片和视频分享应用 Facebook 2012年以10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目前Instagram已经成为Facebook收入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一位Facebook前高管表示 这样的消息给人感觉是扎克伯格在重新启用自己的亲信 这些人几乎全是他眼中精通技术并且了解他的愿景的人 新平台与基础架构由该公司首席科技长领导 该部门将负责新技术和新产品 其中包括一个区块链新团队 Facebook将设立一个专注于隐私工作的产品团队 由2009年入职该公司的最资深工程高管负责 核心产品服务将由长期负责增长的高管 奥利文职长 奥利文的部门将负责广告 安全和增长事物的产品和工程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经过改组之后 除了Instagram之外 其他Facebook旗下应用都将换帅 而新建立的区块链团队将由现任Facebook Messenger的主管 大卫马库斯来领导 他也是数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Coinbase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以上是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报道 特朗普一出手 伊朗对华原油出口或受牵连 随着特朗普撤出伊朗协议 一些亚洲链油商正在寻求替代伊朗的其他石油出口国 为美国政府恢复对伊制裁做出准备 中国目前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 据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计划在退出伊朗协议之后 对伊朗进行单方面的制裁 伊朗是OPEC第三大石油国 三棱东京日联银行中东北非地区研究负责人霍曼说 新的制裁可能也包括伊朗的石油和航运部门 这些领域的公司有180天的时间调整战略 美国宣布对伊朗恢复最高等级制裁 并且补充说任何为伊朗发展核武器提供帮助的国家 也将同样受到美国的制裁 特朗普此举显然是明确的表明 他不愿意在伊核问题上寻找其他的替代选项 上一轮制裁期间 伊朗的石油供应下降到大约100万桶每日 但2016年1月制裁解除后 德黑兰重新成为主要石油出口国 伊朗也加紧了对石油的生产和出口 2018年3月产量约为380万桶每日 占全球供给的4%左右 今年第一季度其原油出口平均超过200万桶每日 分析人士预测 美国再次实施制裁后 伊朗的石油供应量将下降30万桶每日至100万桶每日 能源咨询公司TriFact的主管杰亚克表示 伊朗的石油出口到亚洲和欧洲的石油量 在今年下半年肯定会下降 到明年华盛顿开启制裁采取行动 一些国家为了避免招惹美国 会寻求其他的石油出口国 不受欢迎的决定 美国的大多数盟友都劝特朗普 不要做出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 经济学人杂志部信息首席能源分析师 彼得·基尔南说 特朗普总统决定撤出伊朗核协议 让外界看到美国官方的伊朗政策 明显的与其欧洲盟友不同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佳途径 法国、德国和英国政府周二均表示 将继续维护这份协议 亚洲地区也持类似观点 霍曼说 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和印度 可能都会反对制裁 并保持其目前对伊朗原油的购买数量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本周三表示 日本支持伊核协议 这有助于中东的稳定 日本将仔细分析特朗普这个决定产生的影响 霍曼分析 尽管如此 包括日韩的一些盟友 因担忧会在朝鲜问题上失去美国的保护伞 可能会遵守美国制裁 中国和印度 根据汤森路透的传播跟踪数据 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是中国 中国进口量在2016年中期达到90万桶每日左右 但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约60万桶每日 特朗普决定放弃伊朗协议后 布兰特原油一度触及 2014年11月来最高每桶76.75美元 中国炼油商表示 除了伊朗之外还有其他供应商 特别是俄罗斯 沙特 阿拉伯和西非等地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炼油商告诉路透社 我们更担心这种政治行动 会让石油价格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而不是它是否会造成供应短缺 印度的炼油商希望能够继续进口伊朗油 在上一轮制裁期间 印度享受到了豁免 可继续进口有限数量的伊朗石油 但有一定的财政限制 包括要以印度卢比 而不能用美元向伊朗支付 为了缓解市场担忧 沙特阿拉伯周三表示 将与其他生产商合作 减少石油或出现供应短缺造成的影响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我是蒋洋洋 美国对伊朗重启制裁 使许多跟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企业 陷入困难境地 而受影响最深的当属欧洲企业 尤其是大型公司 恐被迫取消数十亿美元的商业交易 但鉴于重新谈判与豁免可能性 最终影响还暂不清楚 美国经济制裁体系非常复杂 制裁对象众多 可以归纳为特定的国家 特定的行业或物品 以及特定的个人或实体 与上述三种制裁对象相对应 美国经济制裁方式可以分为全面制裁 行业和物品制裁 以及聪明制裁三种类型 这三种制裁方式 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程度 呈递减的趋势 而制裁的针对性 呈递增的趋势 据华尔街日报方面消息 制裁措施涉及伊朗经济的诸多方面 最主要的是禁止伊朗出口石油 但也会对金融领域 汽车和航天工业构成冲击 川普政府暗示 美国可能追加新的制裁措施 从而让伊朗停止研发弹道导弹 且不再支持野门 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 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及武装力量 瑞典前首相 现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共同主席比尔德推文说道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几乎没有冲击到任何美国公司 但主要针对欧洲公司 华尔街日报称 美国政府取消批准向伊朗出售 价值数百亿美元飞机的决定 对波音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等 飞机零部件供应商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波音此前已同意 向两家伊朗航空公司 出售110架飞机 常规折扣前的目录表 总价接近200亿美元 波音尚未向伊朗交付任何飞机 或将这些飞机 寄入该公司的订单中 该公司首席执行长上月表示 任何飞机交付都已被推迟至2018年以后 波音在一份声明中称 在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 该公司将与美国政府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商 通用电器未回应制品请求 欧洲的空客集团也将受到影响 该公司此前已计划向伊朗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飞机 空客集团在一份声明中称 该公司正在仔细分析川普宣布的决定 在此之前 争夺更多伊朗业务的欧洲石油巨头 包括道达尔集团和荷兰皇家翘牌集团 2016年翘牌签订了一份合同 向伊朗合作伙伴销售使用该公司 自由实话技术的授权许可 在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前 道达尔曾表示 尽管美国可能实施新的制裁措施 但该公司希望通过隔离相关业务 保住一桩十亿美元的海上天然气田开发交易 据知情人士称 具体方式例如 道达尔确保不使用美国软件和其他技术 确保没有美国公民参与项目 一位知情人士称 道达尔首席执行长潘彦磊 非正式地请求法国官员 与川普政府交涉 以便使其离岸天然气田协议项目 在制裁重启后获得豁免 欧洲最大企业游说团体 欧洲工商联合会会长 艾玛·马切加格利亚说 美国财政部表示 自8月6日起 与伊朗的如下金融和商业活动 将被视为违反禁令 具体包括 向伊朗出口飞机和配件 与该国进行美元交易 黄金和其他金属贸易 进行主权债务和汽车行业交易等 从11月4日开始 制裁将禁止对伊朗石油的采购 与伊朗的港口和海运行业进行交易 与该国保险行业 任何关系以及与该国央行进行交易 黄金表示 宽限期是为了给盟友 在退出与伊朗协议时 留有一些时间 这也是为了与伊朗和欧洲盟友 支持达成一份关于核问题 及美国认为含有敌意的 其他活动的新协议 为落实制裁措施 川普政府威胁称 如果与伊朗有商业往来的银行和公司 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解除与伊朗的关联 将遭到惩罚 大西洋对岸盟国的银行和公司也不例外 伊核协议2015年签署后 欧洲公司重返伊朗的速度比美国公司快得多 但这些欧洲企业 现在已经开始评估之前制定的投资计划 甚至开始考虑美国新制裁措施 迫使其离开伊朗的潜在局面 美国的大多数盟友都劝川普 不要做出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决定 法国 德国和英国政府周二军表示 将继续维护这份协议 亚洲地区也持类似观点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周三表示 日本支持伊核协议 这有助于中东的稳定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人物 从离京叛道到叱咤风云 莫多克次子詹姆斯 与自立门户叱咤传媒界 迪士尼收购21世纪福克斯消息 终于落定 根据迪士尼官网发布的公告 表示已经与21世纪福克斯达成一项协议 以524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 迪士尼这项收购包括21世纪福克斯旗下的21世纪福克斯影业等 据知情人士透露如果21世纪福克斯公司与华特迪士尼公司的交易完成 福克斯首席执行长詹姆斯莫多克计划另立门户 最可能的情况是成立一支风投基金投资数字和国际传媒业务 今年45岁的詹姆斯莫多克是传媒大亨鲁伯特莫多克的第二个儿子 詹姆斯莫多克出生在英国 童年大多数的时光都待在美国 在纽约完成高中学业后 詹姆斯没有选择豪门子弟最爱读的工商管理专业 和跟家族事业有关的新闻传播专业 而是去了哈佛大学读电影和历史专业 1995年还差一年就毕业的詹姆斯从哈佛辍学 和朋友合办了一家音乐公司 一年后被环球音乐以250万美元收购 收购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老爸 随后詹姆斯加盟了新闻集团 负责家族中很小的音乐部门 当年的詹姆斯一声叛逆 脚灯匡威高帮鞋 身穿军用短裤 头发乱碰碰 还戴着一枚耳环 2000年27岁的詹姆斯被父亲派往香港 负责星空电视台的运营 这是他第一次担任重要职务 自从新闻集团从小巨人李泽凯手中 获得星空电视台全部股份之后 一直难以打开局面 五年共亏损了5亿英镑 当时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封面文章标题是 莫多克的梦碎了 詹姆斯一上任 便选择以印度为亚太地区突破口 大举进军印度电视市场 如今 星空传媒已是印度最受欢迎的电视台 印度成为新闻集团业务增长最快的市场 咨询机构亚洲传媒伙伴预计 今年新闻集团亚洲部营业额将达到10亿美元 利润超过2.5亿美元 在星空电视台出路锋芒 令老莫多克对他刮目相看 2003年 詹姆斯被任命为英国天空电视台首席执行官 当时的英国传媒却依然用老眼光看待詹姆斯 称他是投资独立音乐戴尔环的哈佛辍学 詹姆斯再一次以事实回击了那些嘲笑他以老爸关系博上位的人们 他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 希望将天空电视台用户从740万提升到1000万 由于投资规模巨大 很多人并不看好 天空公司股票一度狂跌20% 不过到2007年卸任之时 他已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 2009年 英国天空电视台被今日管理杂志评为 英国最令人称赞的公司 2007年老莫多克再次宣布了一项震惊世界的任命 让詹姆斯接替自己出任天空广播公司的主席 并负责新闻集团的欧洲和亚洲业务 经过十多年历练 今天的詹姆斯早已不是当年的叛逆小子 他开始收敛锐气低调形势 不过他并不畏惧在某个特定场合或者特殊的时刻 发表一些未经过滤的言论 做出一些令人震惊之举 2009年他在爱丁堡国际电视节上发表讲话 将矛头直指英国广播公司BBC 批评其提供免费的在线新闻服务 他说 在市场上倾销国家赞助的免费新闻 将对互联网新闻的繁荣带来极大困难 独立新闻业的未来至关重要 应当向懂得新闻价值的人们提供真正的新闻 并收取合理的费用 此言一出 被舆论称为是新闻业向自由市场发出的一个号角 同年9月30号 英国大选前夕 詹姆斯突然指示新闻集团旗下的太阳报倒戈 在头版已醒目的大标题 公党已经失败宣告结束与公党12年的蜜月 转而支持保守党及其党魁卡梅伦 太阳报在英国至少拥有一千万读者 几十年来从未压错过大选 而且此举发生在时任英国首相布朗 在公党代表大会发表生死抉择讲话的当天 太阳报的背叛对公党而言无疑是致命一击 2015年6月16号 21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宣布 传媒大亨鲁伯特莫多克之子 詹姆斯和拉克伦将于7月1号正式接管 21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 出任21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首席执行官 但是知情人士称 近几周詹姆斯莫多克开始对工作伙伴 称他不会去迪士尼 成立风投基金是詹姆斯莫多克考虑的 数项新机会之一 他的一个朋友称 詹姆斯莫多克认为自己是一个经营者 这位人士称他擅长的是挑选业务 提供指导和运营业务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人物 福布斯值多少钱 他是美国三大主流商业杂志之一 成立于1917年追踪研究全球亿万富翁 提供列表和排名 例如最富有美国人列表和世界顶级公司排名等 而广为人知 9年前商业周刊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2010年新闻周刊以1块美元被收入囊中 2013年华盛顿 波士顿邮报以2.5亿美元卖出 波士顿环球报则被以7千万美元收购 那么福布斯到底值多少钱 4.75亿美元 一家来自香港的财团 本汇金媒体投资有限公司 以4.75亿美元的巨资买下 跟其他同行相比 福布斯算得上是卖了个好价钱 但对一个美国投资人来说 福布斯并不值得这个价钱 一份世伪的杂志 数字化产品 以及不断被稀释的福布斯品牌 就算只是成交价的一半 用2亿多来收购都难以想象 更有专职作家指出 福布斯就像是一条吃自己尾巴的蛇 美国时代公司曾经报价 1.75亿美元要来竞标收购 但是被判出局 那么本汇金这个华人财团 究竟是什么意图 花大钱买下了近百年历史的福布斯呢 任德章 本汇金创始人 还有香港股神之称 就是这位华人大亨 砸大钱买下它 任德章表示 他们投资的是能成功帮助公司 转型的管理团队 认为福布斯在全世界的成熟市场 和新兴市场上 有着全球化的吸引力 要继续寻找各种新途径 来释放福布斯品牌的隐藏价值 有媒体分析师指出 高价竞标福布斯 看重的是它无形的品牌价值 况且买下的还只是63% 绝大部分的股权而已 除了品牌价值 投资者还看好福布斯流量巨大 营运成本低廉的网路平台 以及对未来在新兴市场增长的潜力 是一种战利品式的收购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还关乎权力 福布斯的出售 标志着美国媒体的持续衰落 不过即使传统媒体每况愈下 近年来资本对知名媒体资产的兴趣反而有增无减 因为他们不是看重收益 而是需要拥有媒体话语权 这是记者孙云山 今天为您带来的华尔街人物整理报道 从房子说起 看纽约本色 我是任环 这一期啊 我们带您来到华尔街 在这个世界上财富最集中的地方 带您找一找 价格不到百万的投资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朵白户是一场兹的放适 如果您来 Warm formations 我要一个 franc motivate 您带您这个房子 建设 Cove Studio but the way we have it set up here is with a sliding screen door so it kind of allows for some privacy kind of turns the studio into a one bedroom and you can do that because you have also great closets there and you have your air conditioning and heating system right here. So as we come into the apartment you see we have a fully renovated high-end kitchen with 2 dishwashers you have subzero refrigerator and viking appliances so it's a very modern apartment so looking into the living room here we have a beautiful sunny as you can see south-facing living room we have a pass-through bar over here you could use this as an office or you could use this as a little breakfast bar and then looking south you have a beautiful view of the New York Harbor and the Verrazano Narrows Bridge and its apartment gets really great sun 关于投资房的选择呢我们总结了几点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地点交通以我们所在的这个房子为例它所在的呢是在 financial district所以呢你可以想象的到在华尔街旁边它的需求量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交通呢它周边有11道地铁的沿线所以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方便租客 达到四面八方说到房子本身呢结构比它的大小要重要 很多在曼哈顿如果您要买投资房我们不建议你买太大的studio 一居室两居室这些的房子是流动速度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投资 那比如讲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studio因为它的结构好虽然是studio但是完全可以用作一居室 而且它的每一寸空间都充分的利用了这样的房子看起来感觉会更大 选择投资房呢房子的包容性也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讲大楼没有太多的限制 不会讲说限阳宠物啊之类的这样你的房子可以面向更多的租客 而且呢房子的景观其实比朝向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不要太拘泥于一定要选择朝南或者朝东的房子 而是要考虑景观好一点 再一点我们要谈到呢就是选择房子的楼层 楼层越高价格越高 可是在租金上的差别呢并没有太大 所以呢相同的景观你可以选择楼层稍低一点的 最后一点呢就是房子的配套设施 房子的配套设施越多居住者居住在里边就会感觉到越舒适 而且房子的感觉呢也会越高档 不过呢这些配套设施都会加入到你每个月的管理费里边 作为投资者而言你要考虑到你目标客户的需求 做好收支平衡 我认为这些地方的地方是一种最好的地方 你 literally会有百分之的 小伙子的工作人员 中的工作人员 他们工作 late hours 他们高费的费用 他们要求他们要来自家的房子 这可能不是不是最好的地方 但可能是很多地方 在开工的生活上的生活 这就是最好的地方 有很多通过的人员 所以如果您有了一个房子 如果您在金融区域 您永远都会完全收费 感谢您一直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对在纽约买房 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或者想法的话 欢迎您在YouTube下面留言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 下期我们再见 那你们的地点 黄氏一郎这个地点 为什么选择在法拉盛呢 那就是刚好我们 整栋楼刚好是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在 Art Expo纽约艺术博览会 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一下 一家位于法拉盛的画廊 叫做黄氏画廊 它主要都是带领一些 亚裔艺术家的作品 它就是提供一个平台 把亚洲艺术文化带向全世界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那站在我旁边这位呢 就是黄氏一郎的艺术总监黄先生 我们来采访一下他 你好黄先生 你好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黄氏一郎吗 黄氏一郎是2014年4月25号开始 它本身是一个非印第机构 我们一郎有分成两组 一组就是黄氏一郎 另外一组是黄氏当代艺术中心 那当时我们成立黄氏一郎的时候呢 就是作为一个平台 公益性平台 让这个亚洲的艺术家 能够利用我们的平台进到欧美 那欧美的艺术家能够用我们的平台到亚洲去做展示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做不够 因为你没有把艺术家带到最后 所以说这个路没有走完 那艺术家花这么多钱 跟时间精力 来到美国做一个展示 他没有去卖他的作品 或是没有被藏家收藏 那其实对艺术家来讲 虽然在精力上有所增加 但事实上实际上并没有所得 所以我们成立了这家经纪公司 把一些比较优秀的 一直要推到国际的舞台 像说我们带他们来参加这个展 或是其他的展 就是比较不同层次的外展 的艺术会 那这样把他们介绍到世界的舞台来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 把这个功能性更完备一点 可以跟我们讲讲 这次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作品吗 我们这次代理了三位艺术家 然后这位是林谢茂林老师 是台湾的中生代的 比较有名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在中港台 都非常受欢迎 那他这次我们带来是五妹系列 那五妹系列是他 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作品 但是在今年2017年 他多了一些新的符号 那像说这个 这些线条是他以前 五妹系列所看不到的线条 那因为这些线条 他把整个画面打破 所以他会增加 增加了一些流动性 但是他的作品 舞者本身的线条 他把它简化了 所以增加了更多的流动性 所以这些是 我们这是把他最新的作品带过来 那另外我们还有 带来了一个日本的艺术家 一个日本的摄影师 那他的作品也比较特别 那这次我们总共在这个展 总共有12个展位 那我们分别带来了9家艺朗 从台湾来的艺朗 做了一个特趣 那每一家艺朗大概都 带了一些很精华的作品 所以这次他们大会也特别 感谢我们把这些 比较精致一点的作品 带到这个展场来 我姓林 我是林仙茂 我来自台湾 那这次很荣幸能够 跟着黄氏一郎 来到纽约来做一个展出 那我在黄氏一郎 在四年前2014就已经合作过 而且带我进入几个一博会 那这次再来这里 做一个小型的一个发表 谢谢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作品吗 OK 那我的作品是有几个系列 那这次展出的是 以人物为主的 叫我称 我命名叫做妩媚系列 就是以人物为姿态的一种变化 那我最近的这几年的作品 比如说像这个妩媚系列来讲 我是在画我的内心的一个 凌空飞跃的世界 它并不再指涉于人的物像 或者是一个低眼印象的东西 所以这些作品是有时候 我是有时候也沿用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一个精神 然后加上我自己的形式 让这些作品产生一些陌生化跟极端化 来表现人的指涉 那您的灵感是来源于哪里呢 灵感是因为我画很多人物 之前画很多人物 我画很多model 然后我觉得一个画的model 以人物来说大家会画的很多 但是我们要走出我们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形式 那必须要把这些之前画的做一个整理 做一个变化 让它我不再是一个很静止在画面上的一个动作 而是让它有一点重复性的一些 比较陌生化的这种变化 来做一个这种分割或者是重叠 或者是让它有一点理性跟感性的这种交错 这种延续性 对 是这样子的 那您的话在这个展场也有销售吗 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 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价格吗 目前像这个尺寸的是50x50的 它是标准是多少 是4000块美金 4000块美金 好 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 欢迎各位观众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也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今日华尔街 我是主播黄仁杰 再会